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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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城吉時 終於又來到梁城吉時 網路上已經快炒翻了 魔形廟會呢 魔形廟會呢 敲完魔形廟會 這一系列真的很費工 要一個非常長的時間 坐在 桌子前面 才有辦法把它完成 好 今天 其實我訂了很多東西都還沒來 然後今天我們 決定啦 讓一個新角色誕生 目前進度嚴重落後 只有主帥是完工的 所有神尊都還沒彩回 今天我們要讓 一尊 新角色來降臨 來 首先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特意 今天也要來畫這個特意 怎麼畫 當然沒那麼簡單 等一下看就知道 今天的新角色是 嘿嘿 太豬牙 新角色太豬牙 當然 不會讓他們那麼孤單 前幾天去金燒鑽 我又多買了 這個 金燕獎 有沒有 好 整體起來 就是這樣 這是今天會誕生的 好 OK GO 然後這一次 這尊 太子爺呢 我們打算 讓他比較 偏向 金色的部分居多 因為有時候神像其實 不是說彩色越鮮豔越好 有時候就是一個感覺 他金色的多 然後再一些 其他顏色點綴 其實就是蠻好看的啦 如果你說神尊雕的好 不用太多的顏色 就很好看了 所以今天來嘗試就是 金色元素偏多 彩色偏少的部分 然後金色主要我還是用廣告顏料啦 人家說那個 那個 壓克力顏料比較好 因為我是沒有特別買 廣告顏料就還蠻好用的 看人啦 沒有詳細的規定 金色的部分 其實蠻多地方都是金色的 其實這主要部分的金色塗好之後 剩下一些點綴 這一集算是一個比較簡單 然後大家就算你 沒有很多顏色 你也可以把一尊神尊畫好 雖然說沒有到很鮮豔的 但是至少他就不是說 一個破例的原色這樣子 優多 然後上面再點一些綠色的 讓它變成說是一個玉的感覺 如果你看這一集 還在問我顏料的人 你可以去放一下第一集或第二集 反正就是有彩繪 這個是油畫的顏料 就是之前畫那個 數字油畫留下來的 所以我就拿來畫 可以和我很多年度 看見 不應該是用的 方法 我們來畫一個 可以 我們先打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北芯呢 那是北芯的行尊 还没有做其他特别的上色 继续继续 不错啦 素素的也蛮好看的 太出牙 完成的差不多了 够水喔 眼睛的话 大家知道了 先不要先不要 fed 上齁 神尊的部分 大致上完成了 脸的一样 干击点来说 接下来我们今天 比较重点的部分 在于这个 拖椅 这拖椅 courtyard 我要做这个双色的 有人用把整上 这个椅子化成双色的吗 有的话传来看 交流一下 所以今天要畫這個雙色的 希望可以變得很好看 深一點 深一點就比較像那個 香蟹 剛剛就上來喝 但是實在太淡了 沒有那種雙色的爽感 好 再來 好像差不多乾了 我要畫雙色 其實就跟我上次畫那個 加糖率 差不多 亂畫音齁 真好吃 完成啦 是不是跟剛剛有點不一樣了 呵呵呵 是不是更豐富的一點啊 坐上我們的阿爺 就是不一樣 金昭順 的公仔 神明 模型 畫上彩色真的比較好看 還沒有畫色的 還沒有上色的 所以買個金色的廣告 一定要塗一塗 簡單塗一塗 也是可以很好看的 是不是 加上這個椅子 雙色的 讚啦 這一中我在想 他到底要不要穿衣服 你們覺得勒 因為不穿衣服 才可以突顯出他這個椅子 這樣子 出去 坐丟 就是這樣 是不是 我覺得蠻好看的 不然再做個金牌給他掛起來 大家覺得如何 應該不錯吧 我們來做金牌 做金牌給他 這一塊金牌 我們來做純金的就好 首先 先把它吃掉 上次做過一次 這次應該做比較快 來壓平 金牌應該不用特別介紹了吧 好 等一下我就印 就把金牌做好 呵呵 不用快轉啦 不用特別拍 就這樣 等一下金牌就會做好 嘿嘿 有沒有看到 金牌 越做越上手 這塊只花了半小時 還是蠻久的 因為精緻啦 不錯吧 這爐做教一定很帥 金牌就是這樣 要大塊 但是 也不能太大塊 就剛好他這個比例這樣 嘿嘿 好以上今天啦 還有加上這兩尊 真的很期待我的武教來 一般人讓我們教 不是主帥的那個 是一般人讓我們教 來就可以讓這個太子爺來做教 期待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菜家聯誼會 中大碗碎 完工 擦眼睛而已啦 好 拜拜 好